全油管最快新闻,根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调查显示,固定社交圈、宅、不喜社交和不善表达是婚恋问题的主要原因。 截至2021年,我国单身人口约为2.39亿人,而平均初婚年龄也晚于过去。 专家指出,这与年轻人情感教育的缺失有关,建议从小开始培养孩子的情感与社交能力。 此外,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也影响了年轻人的社交技能。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规划社交表格、训练表达能力。 同时,国家和社会应提供必要的辅助支持,普及开设情感课程并加强对婚戒机构和交友网站的监管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